希腊内阁部长星期二举行紧急会议 推选临时总理 目前经济学家帕帕纪莫斯 已经被希腊媒体认定为新总理 当天现任的总理巴本德里欧 要求内阁成员做好下台准备 以便联合政府加快组成 希腊内阁部长们表示 他们正在决定看守政府的人选 并确保100天联合执政 务必赢得国会批准欧元区 对希腊的救助计划 让国家远离破产 在国家的计划 避免性,自质性,自质性 自质性,自质性 结果,结果是最好的 对国家,对国家 对国家,对国家 对国家的状况 希腊执政社会党与反对党 为组建联合政府的闭门谈判 已经进行了两天 官员们对新总理 延迟一天公布的原因守口如瓶 到目前为止 卢卡斯·帕帕基莫斯仍然是总理的优先人选 他在2002到2010年间出任欧洲央行副行长 之前的八年担任希腊央行的行长 协助希腊加入欧元区 一名助理表示 身为哈佛学者的帕帕基莫斯 已经在星期一 11月7日从美国飞地雅典 新唐人记者陈欣梅综合报道